事故入福发增 即法华经中所说的 善入佛会同达大志 这两句经文所说的意思 善入佛会 不用虚 不必去找老师 自己能成就 这妙计了 不必去找老师 是因为找不到老师 你无可奈何 这种成就 佛法里头另外有个名字叫独求 如果有老师 一定要参许 一定要依靠老师的教会 这是什么 菩萨视线 给一切众生看 实在找不到老师 一者经教 法师 老师 这个指导是正确的 在中国古代 佛教没传到中国来 中国早就有这个方法 孟子 以谁为老师 以孔子 孔子已经过世了 已经不在世了 孔子的著作在 他读孔子的书 读不懂 有疑难的地方 去找孔子的学生 那是父子过世 父子的学生在 不少学生在世 向他们请教 他非常认真 有坚定的信心 没有丝毫意乎 他学成功 成绩 超过孔子当年 在世的时候 那些学生 孔子超越了 后世人称孔孟 不称孔子 那个七十二行 不称他们 这是以古人为老师 那成就呢 成就超过孔子 超过他所有的学生 好榜样 在中国叫私书弟子 中国历代有很多人 像司马前 这是大文学家了 后看时候人 写了一部诗集 他跟谁说的 他跟左秋明说的 左秋明跟孔子同时代 死了很多年了 他流离不熟 左传 司马前专学左传 左传 学得非常像 这是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啊 所以 他是左秋明的弟子 司书弟子 一代文后 这就说明了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的小谷 他有能力 写一部诗集 唐宋八大家里面 韩语 这大家都知道 唐宋两代文学界第一人 他跟谁说的 他跟司马前学的 司马前 后汉手人 他是唐朝人 过了几百年了 他怎么学的 他专门学诗集 就是夜神 专攻四季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他学会了 成为夜代大王后 这都是 当代 没有好的老师 或者跟老师 没有缘分 学古人 真正能成就啊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学无量寻修集 就是一步进 深入 深入金藏 常识寻修 这成佛 不能成佛 也是法身菩萨 这个指导不得了啊 无论用在事法 用在佛法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他成就的秘诀 第一个就是真心 一点怀疑都没有 第二个真听话 文字里的所说的 完全明白之后要落实 我要真正把它做到 第三个要正干 要真正发现 常识寻修 在这个里面 得三美 用佛法的设施 叫读书三美 专攻冷语 冷语三美 专攻孔子 这个孟子 孟子三美 不做道不信 做道是圣人 学冷语 要学孔子一样 学孟子 也得跟孟夫子一样 真学成功 所以任何经论 你找你喜欢的 为什么 容易设施 喜欢它 找一本东西不喜欢的 就很难书 喜欢的很容易书 必须要时间 至少要圣年 圣年就一本书 其他的都没有 他就得三美 这一门通了 没有学的东西 通通可以贯通 所以古人讲 一尽通 一切尽通 纵然不能全通 跟这个性质相同的 一定全通 而且像整个佛法 不能贯通 但是同一个宗派的 他通 这个法子 秒绝了 外国人不知道 现在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每一天去学 什么都学 学得好辛苦 学了一辈子 什么也没学通 精神 精力 时间 统统浪费掉了 真可惜